大家好,我是小玉 欢迎回来周末学日语这个单元 今天呢,就是我们学发音的最后一堂课了 第五堂课哦 非常快的已经是 今天是最后的第五堂课 也就,我们去上集 我们去上四堂课呢 就已经陆续续,我们已经学了42个 到今天这一课呢 我们就是要完成了46个的50音 然后呢,再让大家好好的复习一下 然后呢,我们就可以继续 下一个我们要学的东西哦 第一个呢,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 W的这个行 那么跟母音接下来的第一个字 就是 哇 哇 然后呢,以前的这一个W行里面 还有两个是 还有另外两个的 可是 啊 现在已经没有再用了 现在已经没有再用了 所以呢 这三个呢,就是 用母音来代替而已 就是没有的 大了哦 我 我 可是呢 在读 在读方面呢 我们都会 读 哦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特别的 它自己是一个特别的 就是 嗯 嗯 嗯 对了,就是 嗯 ng的 ng的 ng的音就是这个符号啦 如果 如果 我们要说十个单词里面的 几乎 八个单词里面 都会有这个 今天呢 是不是很短 我们只是学四个而已哦 第一个我们要学写的呢 就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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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 它跟之前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 啊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就是 勒跟 勒 勒跟勒 勒呢 就是这个 勒就是这个 勒就是这个 我曾经有说过这一个 这一个这样子的写法呢 有三个 而我们最后一个呢 就是 哇 最后一个要学的就是 哇 也是一样 只是它是这样 它没有了尾巴 它只是跟勒 差不多 类似 可是它没有尾巴 哇 也是很容易 就是 画一横 然后呢 这边 一个屋檐 然后在这边下去 再一个C 哦 有看到哈 一个屋檐 下去 一个C 这个就是我 嗯 嗯 它就是 这样子 哦 好像写一个H一样 好像写一个拉字的H一样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单词的练习 那我们先看前三个 第一个 哇 就是刚刚我们学的那个 哇 一 哇 一样的 那么我们连在一起讲的话就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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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sta就是 就是 就是人很多 吵杂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人在 撈到你的时候 一直在撈到你的 一看 在 真的 的時候呢 那个就是哇 哇 看到了第二个单词 它就是 sitt 这个是 夹 有 飘 A E E A A 和 嗯 好 這兩個怎麼發呢 就是 嘿嘿 然後再加一個嗯的話就是 嗯 就是NG 我們好像英文的ING這樣子 安 黑暗 黑暗 黑暗它的意思就是平安 這一個就是 嗯 這個就是 キ 這兩個字呢 連在一起就是 天 因為還有一個嗯在後面 天 天氣 天氣 就是天氣 天氣的意思 那麼我們再讀一次 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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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黑暗 黑暗 天氣 天氣 那麼我們再繼續看 接下來的三個吧 好 接下來呢 就是最後的三個了 我們再看第一個 這個就是 灑 這個 灑 這個呢 是讀 灑 灑 灑 它的意思呢 就是最近 讀快的話 它就讀 最近 最近 第二個呢 這個就是 ńst� 的意思就是獅里了 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就是 他就是天才的意思 天才 那么再让我们读一遍吧 还有这个 好了 那我们的这个 已经学习完毕啦 你已经学会了46个 就是日本语里面的主要发音的46个音和46个字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片甲名 片甲名呢 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 可是不急 我开始教大家就是简单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句子和构造 然后呢 让大家能够快一点上手哦 那么呢我们就期待下一个影片再见吗 拜拜 拜拜 好疲れ様で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